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 23年1月26号 周四晚上的6点55分 今天在好于预期的GDP数据的推波助澜下 大盘是继续走高 纳指100收涨2% 今天的特斯拉是领涨了标普和纳指 在标普的11个板块中 只有消费必需品是小幅下跌 今天的能源板块领涨 在今天美国商务部公布的 4G度的GDP数据显示 整个的4G度的GDP的环比增速是2.9% 高于预期的2.6% 与三级度的3.2%相比的增幅是有所放缓 但是考虑到美联储所采取的紧缩措施 这个大数的2.9% 依然还算是个不错的数字 但是如果去看细小的分类 还是隐约能看到黄灯在闪烁 那咱们看一下关于GDP的一些细小的分类像 那么在美国经济最大的组成部分 占GDP 68%的个人消费 增速只有2.1% 低于预期也低于前值的2.3% 显示出一些美国的消费者 还是面临着压力的 另外大约有一半的GDP的增长 是来自于库存的增长 但潜在的私人国内需求是相当疲软 比如家庭消费 资本支出 还有住宅投资的合计贡献 只有0.22% 这个是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 另外库存和出口合计贡献了2.2% 政府的支出是达到了2021年初以来的最大增幅 此外 非住宅的固定投资的增加 也帮助提升了这个GDP的这个数据 那么拖累GDP的项目 包括住宅固定投资还有出口 其中住宅的固定投资暴跌了26.7% 这个显示出房地产市场的急剧下滑 这个行业的衰退迹象是比较明显的 另外出口则下降了1.3% 另外今天咱们看到还有关于这个初寝失业这边 也是来到了一个地址 这个初寅失业是大幅的低于预期 也低于前值 这个值是2022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表明现在的劳动力市场是依旧相当的紧张 另外今天还有关于美国4G路的PCE的物价指数 也是比较美联储关注的一个通胀指标 整个的4G路的数据环比是3.2% 低于3G路的4.3% 那么剔除掉食品和能源的核心PCE物价指数 是上升了3.9%前两个季度是4.7% 整个的数据表明四季度美国通胀降温还是比较显著的 这个与持续回落的之前公布过的CPI的数据是趋势一致的 那么明天会有12月份的PCE的物价指数公布 明天大家记得去关注一下 因为那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指标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 好 那么随着整体市场通胀的消退 包括现在软着陆的声音也是逐渐的放大 美联储是否会积金加息的预期 实际上我们说市场在最近一直是对着干 一直是和美联储成一个相反的持怀疑的态度 而且现在的市场整个的长期利率也是在持续走低的 比如像什么美国抵押贷款的利率 在今天的数据是连续第三周下降 已经是30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的利率是平均是6.13% 是9月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 所以整体上市场依旧认为美联储会释放相对鸽派的声音了 应该释放相对鸽派的声音了 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就看看下个星期 美联储这边能不能如市场所愿 还是依旧阴声打造 我们看看市场对了还是美联储对了 好 另外今天我们还是来重点谈一下关于个股 今天包括有什么英特尔 还有Visa MA等公司的财报 我们先了解一下 然后再去讲讲大盘 来说一下基本面为什么坚决不买 以及今天的市场的期权的一个压注情况 好 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的几个重要公司 值得一说的英特尔 今天盘后是暴跌9.6% 超过9%的一个跌幅 英特尔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以来 确实是挺惨的 你看它的股价从最高的时候60多块钱 一路基本上是有大盘对吧 大的趋势的问题 但是它的下跌的时间可要早于市场 它是从21年的4月份就开始见顶了 早早的就开始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一个下跌趋势 到现在是刚刚爬起来一点 但是今天又是一口气跌了 9% 英特尔的财报确实是非常糟糕 只能说它的财报很糟糕 除了预期的 我们说四季度的财报 是大幅的低于预期之外 它提供的下个季度的前瞻 也是大幅的低于预期的 我们之前看到了 关于像IDC的数据 就是关于全球的PC出货量 三季度不是同比下滑了15%吗 四季度出货量同比下降了28% 那么英特尔的这份财报 很显然也印证了这个观点 整个英特尔的财报 是显示 四季度是调整后的每股收益 只有10美分 同比下滑28% 华尔街普遍预期的是21美分 营收是140亿 同比大幅下跌了32% 那么市场预期的是 144.9亿美金 所以本季度完全不及预期 那么下个季度 也就是新的财店的一季度 英特尔给出的范围 更加的糟糕了 营收只有105亿到115亿 远低于市场普遍预计的 139.3亿 预计美股居然亏损0.15美元 这个是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 每股会盈利0.25美金的 而且英特尔表示 不会立刻的给出 23全年的营收预期 预计在23年的上半年 这种困难还会持续下去 其实看到英特尔的前瞻 它出来之后 也带动了像AMD 还有NVDA的下跌 好 这个地方是英特尔的数据 我列在这里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是经过调整过的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 特别是AMD这边 要引起一下大家的注意 由于我们说 它和英特尔实际上 是属于在业务重叠上 较多的一家公司 尽管大家可能会有这个想法 就是 英特尔不行了 那么AMD这边 说可以抢了更多的市场 份额会不会更好了 但是咱们看到的是 是宏观大背景 行业的整个的下滑 它并不是说 行业的蛋糕还是那么大 英特尔变少了 AMD变多了 所以这一块 大家要注意 特别是我们说 IDC的数据这边 还是给的很有前瞻性的 那么这边的AMD 除了我们说 由于大的宏观行 和这个宏观经济 和行业的不景气之外 还有就是AMD 现在的这个价格 之前给大家 其实前几天也展示过 是来到了近期的最强的 一个技术面的 非常宽的压力区间 就是在75大概到87块5 其实就是市场价格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非常重的压力区间 这是我要提醒一下的 特别是今天的英特尔财报之后 它也是跟跌了一些 所以关于英特尔这边 估值层面 今年2023年的增速 是一个持平 或者是不增长 甚至会有小幅 这个衰退的一个预期 这个在10月的 这个官方的时候 当时是下调过的 这个营收和利润率的 那个时候是已经确定过的 所以AMD这边 大家可能 还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现在去做基本面 你可能要做一个 跨两年的基本面了 你才能够看得更多 看得更远一些 特别是要等到 它重回增长 比较快的增长之后 整个的市场的 大的宏观环境 比如说个人的PC的 出货这边 已经又再次的开始回升了 对吧 下滑没那么厉害了 或者起稳了 那么它的基本面 才能够有所改善 那么价格的想象空间 才能够变得很大 但是现在 就属于一个第一位 长线布局的事件 就是你往下跌的更多了 比如接到什么78件以下了 对吧 那是长线布局的时间 或者你要是认为 没有什么长线的做的必要 现在这么早去等 那你就可以做一做这种波段 对吧 之前给大家说过 50到85这个范围 当时我是说在这个区间 会去做期权的波段 50到85这个范围 现在之前是54块钱 最低的时候 现在上方来到了75 已经来到了上线 所以波段有机会 但是长线的基本面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还是要把预期 稍微的放低一点点 好 说到关于它的 MD之后 我还想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半导体的看法 为什么说一下半导体 特别是SOXX 因为近期有很多的朋友提问 包括有很多会员朋友 也在提问 就是说前段时间做空了 整个半导体 因为整个半导体行业 不是预期不景气 然后做空了 有的是直接买的是反向的ETF 有的就是做空的杠杆的ETF 总之好多都是没有走的 也没有设置什么止损 它现在这个处境就非常尴尬 因为半导体这一波涨了很多 我们说尽管费城半导体里边 有一半的成分股 在23年都是一个衰退的预期 但是在大盘做多的热情 带动下 其实半导体也是被带着飞起来了 很多的个股已经走出了 超估值的强势表现 但是对于整个半导体的大涨 我认为到现在为止 我依旧是认为 这只是技术面的炒作 还有波段炒作带来的因素居多 而不是一个基本面的表现 所以目前我基本面上 我说过整个上半年的半导体 不是特别的乐观 你要转好预期转好 也到下半年三季度去了 所以在这个预期之下 我现在也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些 关于技术面的看法 因为很多朋友着急 现在还能涨不涨 半导体还能涨多少 现在我们以soxx为例 它实际上已经是进入到了压力位 上方的两个压力位都是比较的近 而且从SI来讲 现在也接近了超买区 还没有进入超买区 只是接近 现在的情况是 它有向下回调的需求 但是具体发生的点位 由于比较的宽 我是确定不了的 你谁知道它是410就调了 还是420再调了 还是今天往下以后就不回头了 一直往下走了 这个点位我确定不了 因为大盘现在是处于一个强势 多头震荡的一个区域 如果说标普现在已经到了 4100点到4250点的区域 那么半导体这边 回调的概率就会大很多 但是要等大盘跌破3900点才能够走弱 在跌破之前 依旧是看一个4100点到4250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所以半导体的走势 要跟着大盘的炒作意愿去走 短期做空半导体的 你还要面临着震荡 要么就是等标普跌破3900点 要么就是尽快到达4100点 开始测试压力 这个中间是一个上下震荡拉扯居多 所以如果你选择还在扛的 那你最近可能还需要承受一些痛苦 特别是短期的 一天涨一天跌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是从技术面的一个看法 而且从基本面上 跟大家讲了一个大致的方向 确实半导体的股票里面很多 都已经比较的疯狂了 那个价格已经是再次的 不能说起飞了 都快冲出地球了都已经快 好 简单讲完之后 我们来看看其他几只个股的情况 还是和大家简单过一下 Visa这边它的财报 营收是79亿 净利润是46亿 每股是2块1毛8 超出预计的营收77亿 每股2块01 超出预计的表现主要是来自于 史卡仁在于国外的消费增长了22% 并且处理的交易数量是增长了10% 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增长了12% 那么非GAAP的利润增长了17% 整个在本季度 公司是以回购的形式返还了40亿 这是对于Visa的一个整体情况 那么情况只能说及格 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一个地方 基本上和预期差的都不是特别的远 这边估值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 这是给根据它的增速 做了一个低端的调整 如果按照高的增速预期来讲的话 它现在是处于估值的下限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根据增速去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整 所以是在这个区间之内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那么MA这边的情况是 它的每股收益是2.65 高于预期的这个2.57 营收是增到了58亿与预期持平 那么增长是17% 在1月的前几周 跨境旅行超过了2019年的水平 公司相信整个的全年将会保持持续的增长 尤其是随着亚太地区最近的重新开放 它是我的一支持仓股 我把这个计划加仓的计划 后续想做一个重新的调整 因为它现在的前价固值的情况 我是按照比较高的一个增速预期 和一个高的波动区间去估的 我在想我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个调整 还是说调低还是调高 因为现在它的股价走势 实际上整个的波动范围也没有特别大 整个加仓的计划 后面我如果有个更新的话 再跟大家做更新吧 现在让我再思考一下对于它的更多数据做一个调研 现在感觉就是比较鸡肋 就是做吧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大的机会 你说等吧 它要回到低估值区间的大盘跌的很多了 是不是有其他的更好的加仓的机会 放到其他的股票上之上会有更好的一个增长表现 我在考虑这个里面一个权衡问题 所以它的这部分仓位 我在想会不会进行一个重新的安排 这个后续再跟大家做一个更新 目前是持有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底仓 后续咱们再去跟进 简单把几个公司的财报讲完之后 咱们来看一看关于其他的一些大盘短期技术面的走势 还有关于在期权层面那些东西 关于大盘短期的技术面 当前整个标普的走势是这样 日线级别现在的技术面 今天是一个非常中性的情况 没有背离也没有超卖 也就意味着它在这个地方上下走一走都可以接受 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一定往哪边走的方向 整个在最近短期的波动范围区间 就是3900点到上方的4250点 这个里边的波段多空你都有机会 下周呢还有一期会议 还有更多的财报会发布 所以日内的这种涨跌波动 我相信就会由这些东西来推动了 但是方向范围就是3900到4250点 这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短的一个区间 那么从期权的走势上 能看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从期权的走势上 这是标普啊给大家看一下 标普的情况是现在总持仓量在攀升 这个往增长 然后put code持仓量 现在put的比例在增加 那么这是很明显的put的增仓会比较快 那么纳指100这边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目前出现的情况是总的持仓量 也开始在缓慢的向上爬升 然后put code持仓量 现在put的比例也开始提升 但是这两个说明了一个什么情况呢 首先总的持仓量增加的并不多 对不对 它是小幅的往上增加 说明put做空和保护 现在正在缓慢的建仓 它的绝对速度并不快 那么看涨买code的这个加码的速度 则要更加的慢一些 而且大资金没有出现明显的批量的追多 反倒是正在享受被抬轿子 就是市场惯性上涨带来的这个福利 正在每涨一点 他们就缓慢的put一点 就是步步为盈 正股涨一点 就用put去锁定一些正股的利润 那么从汽船的走势上 说明机构现在是更想去坐轿子 而不想抬轿子 那么既然机构想坐轿子 依赖着惯性上涨 那咱们的散户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上赶着 就是一定要重仓去抬轿子 对不对 这个市场的情况 资金量现在的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正股方面我看到 最近很多的声音 是看牛市的声音是越来越多了 我在这里说一下我的态度 我个人的态度非常简单 现在的这个位置 不管GDP是否衰退 单就标普盈利能力 这一点都不足以支撑 持续的基本面的牛市上涨 现在的个股 如果没有好的价格 依旧是超基本面往上去涨的 我坚决不会在现在的这个点位的上方 去加长线的正股仓位 我要做也就是做期权投机 做做技术面的波段 快进快出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相信的一句话 就是还是耐得住寂寞 你才想得了防滑 对吧 没有耐住寂寞的 其实我们说在22年发生了什么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既然基本面不支持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么短期的技术面 他愿意跑跑 就让他跑跑去吧 对吧 跑的差不多了 机构把任务完成的差不多了 他该回来的时候 还是会回来的 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地方上去以后 就会只涨不跌了 真正的要突破 变成熊市结束重回上行 上方要突破4325点 这还是一个挺软 挺大的一个目标 往上涨的话 你想想差不多还得走10%左右 所以这是我对于目前 长线和短线市场的一个看法 长线现在没什么机会加仓 加不了仓 短线有机会多空都有 到了关键位置 做做投机 没有任何问题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请打开小铃铛 那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